來到德行東路上這熱鬧的街道 但卻有一整排店家關門沒營業 而實際在走進巷內看 發現這邊早已沒有人在居住 到處都是不要的廢棄物 因為這邊將進行較大規模的區域整合 大片廢棄木材堆疊在巷內 雜物四散待清理 往其他樓層看情況也一樣 不少門都貼出公告 11月15號前要完成斷水斷電 要進行都更拆除重建 這一期的話大概有一瓶換一瓶 因為他這個連線往前推的話 大概四五年前就開始在談了 以當時的條件建商跟他們談 大概是比較好的條件 整合的地段在天母算是較精華區域 而這個都更案合計有8筆土地 在104年5月提出申請 111年11月完成核定 未來將蓋成地上21層 地下4層的建物 根據了解住戶跟建商談成的條件 是一瓶換一瓶還不包含公社 甚至還給你車位 後來的話大概都沒有一瓶換一瓶 現在變成0.7 0.8而已 條件好的都更案自然好推動 再看看周邊區塊 除了鄰近之山國小 附近還有國中跟大學 圓一點還有公園綠地 天母棒球場 甚至也有百貨能逛 生活機能非常好 未來房價增值空間高 在這個區域來說 未來的房價上面 達到這個單瓶百萬以上 都是不成問題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也會去促進 這個都更案整合上面的順利性 以往的都更案要推動 只要有住戶條件沒談好 就不容易推動 如今卻能整合一個完整接闊 未來更有可能會帶動周邊 商圈擴大效應 東森新聞生活中心綜合報導